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择是不想听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关心呢 如果我们的人民选择是不关心 不监督的话 政府更加的为所欲为 在这里就是要给它更大的压力 刚才看到美国的问题 再度成为一个trouble 政府要怎么去解决你的三管五卡 讲了不到四年就已经失灵 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让大家相信 你政府真的会为我们的视频安全来做把关 在棉分棉子油会产生棉分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当然在这里 要继续的请教了专家来看到说 到底这个棉子油经过精炼之后 它是不是可以实用 很多人说当然是可以 只是现在被大家政府检查出来 告诉你说国内现在看到复卫箱 以及大桶长机里头的棉子油 都没有含棉分 这个检测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大家很多人还是选择不相信 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说 最近这几天有讨论到棉分问题的几位的专家 看法就是几乎都不一样 专家都不一样 那我们人民应该信任什么呢 小老百姓你要信谁呢 来看看这是师大化学系教授吴嘉诚老师 他说棉子油可以当食用油 但是要经过精炼 这个观念或许最近大家已经学到了 但是棉分的组成分子很复杂 经过化学变化之后 它是会变质的 所以这化学变化包括加热等等都算 一旦变质这问题谁来负责呢 他说食药署在10月23号公布的棉分检测方法 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没有精炼的棉分没有被测到 精炼之后棉分也没有测到 所以他说这是理所当然因为食药署的方法错误 你当然测不到 于是现在告诉大家 所有棉子油里头不含棉分 所以接下来 大桶长机跟复卫箱的油是可以重新上架的 这样您可以吃吗 您敢吃吗 另外在国内食品界的权威 台大的食品科学实验研究所的名誉教授 孙露希老师 他说的是 棉子油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用的 它不是毒油 闹出这个可是一个国际笑话 大佬此话一出 大家不敢再讲棉分了吗 但是相信这里头不相信他的说法的 又大有人在 继续我们看 同样是台大工卫系的教授 吴昆玉老师 他说棉分可能比三对清安跟塑化剂 还要毒 精炼就是要将棉子分 完全从油中去除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他认为说目前测不到 不代表它不存在 应该检讨是分析方法的灵敏度 究竟够不够 讲到这我先请教邱志伟老师 不知道这三位老师讲的话 您也是食品营养科学方面的一个专家 哪一个人讲是对的 这个我要是挑任何一个讲 我又得罪了另外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 总要有知道真实真相的权利 是这样 我们站在学术的立场 如果说他确实经过精炼 这是可以吃的 我想我们也不必再反对 或者是拿出其他的理由 可是这件事情 这个突然说 业者可以把已经标示不实的油 重新换标签 然后上市 他根据的理由 就是食管署的一份检验说不含棉分 对 那从刚才这些 所谓的学者的言辞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第一件事 我个人是认为 在目前的情况下 是不宜开放的 不宜从上架再卖 不宜再上架 为什么 很简单 这件事情从爆发到现在 全国的人民都在恐慌 那今天的案子还在法院审理 要送法院了 那还有刑事案 诈欺案 就相关的这种法案 那既然是在法律诉讼期间 那这个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冻结 不能因为说你一个检验报告 就可以重新开封 启用 所以政府在帮业者解套 我觉得是有嫌疑 第二个是政府 今天你给人家 人民的感觉是 好像都在偏袒业界 那既然是这样 我有两个疑点 第一个 为什么不拿给第三方 再去检验 第三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尤其是这个业者 他是从美国进口 大量的棉子油 美国是一个 可以说是在食品的规格方面 是有很好的规划的 那换句话讲 这些进口商 他手上应该由美国贩卖的出口商 他的所有有关于棉子油的各种物化性质的报告 这里面包括规格书 以及有读的棉子棉分里面的含量 为什么不请业者拿出来 或者我们的食管署 你可以去喊美国他的这个供应商 请他提供相关的数据 就可以一目了然 那你今天贸然的就这样宣布 然后可以重新贴标签 经过审核 审核也是同一批人 那这样就可以上市 那是说实在话 难怪是被老百姓骂 是 好 要被骂才是活该的 邱毅老师 基本上如果说棉子油经过了精炼的程序 经过了脱胶脱酸脱色以后 他把棉分去除 基本上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要问的是 大统有精炼的设备吗 大统有把棉子油精炼过吗 副卫箱有精炼的设备 可是精炼以后 它的整个棉分的含量是多少 它有确确实实的去掉棉分的成分吗 那大统跟副卫箱 又把多少没有经过精炼的原子油 又摻到其他油里面去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政府要负起责任 第二个问题 你的食药署的检验 这个棉分的方法 能不能进去 如果你觉得方法不精确 那就可以鱼木捆出了 我可以把没有经过精炼 或者精炼不确实的原子油 拿来充当已经精炼过的原子油 那不是以假乱真吗 所以关键的问题 如果都能够依照完整的精炼程序 去掉原分以后 确实可以使用 孙露希没有讲错 可是事实上这些不孝的商人 黑心的商人有精炼吗 精炼确实吗 到底经炼了多少 那我们食药署的检验合格吗 精准吗 这些问题合起来的话 另外两位教授的说法也是对的 所以这很严重就在这里 在我们刚刚两位专家分析之后发现 到底政府的一个检验报告 大家能不能够相信 其实最后关键在这里 业者要骗我们很容易 因为大统长经也骗了七年 政府你也没去查 去年告诉你 你也不认真查 又这样让大家又白吃了一年的黑心油 那现在你验出来马上立刻 10月23号就告诉大家 没有问题 通通可以再吃 不要担心 我们不会像这个孙露希教授那么担忧 我们在闹国际笑话 精炼过后 棉子油可以吃 相信现在观众朋友都已经没教育到了 但是我们无法相信呢 这些油是真的被精炼完成的吗 所以杨委员 我们要怎么办呢 政府讲的话 他的卫福部的一个检测 从承熄仪的等级太低 被骂 你该用直补仪 这个部分连教授们都讲出来了 更何况整个检测内容样本等等都没有公开 只说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就要接受 首先如果说经过精炼以后 可以便宜卖 我可以相信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还担心什么 换句话讲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精炼到达一个完全去除棉分的话 我相信这个费用一定很高 对于这些想要急于赶快用低价的成本 要去获取高利的人 他会愿意花这么高的成本吗 我非常的质疑 另外就是说 我们现在也才知道说 棉籽油是台湾是哪来吃 在孙露西教授是说 这是健康食品 好 请问如果是这样 健康食品在国外是很贵的 也就是说它是纯天然的 如果是这样 它不是很普遍 可是今天在台湾是 把它弄成 不敢直接说 我是棉籽油精炼的 我还特别给它加了 叫做我是橄榄油 我是什么另外的 葡萄籽油 表示说这个东西 它自己业者 应该心里很清楚 它不是孙露西教授所讲的 那完全精纯的健康的油 它才需要借别人的名字 借壳 然后来贩售 另外一点 我要请问一下 全世界现在喝得起这种 这个棉籽油精炼 没有棉分的健康油的国家 它有几个 我在国外我就没有听过 有这样的一个普遍性的石油 它不是高档货 对 如果是的话 它应该是非常的普遍 为什么 而且这个东西 过去也从来没在我们的 食用油里面来进口 现在大量进口 为什么业者不敢公开 用食品的方式 很多是用工业的材料 给它进来 然后再转 所以从这种种 我觉得不这样 而且我觉得政府 你现在检验不出来 你竟然还可以说 没有关系 只要贴个标签就可以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现在面对的是 我们政府拿出了所有的力气 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用不负责任的一个作为 告诉大家 从贴标签照样可以吃 您敢吃吗 棉子油的问题 到底它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我们相信 专家都告诉我们 很多的一个看法 但是在这里 政府挂包紧的情况之下 美牛挂包紧也是出事 你现在还敢在挂包紧 政府的公信 现在荡道鼓底的情况之下 开全国实验会议有用吗 我们请施纯带大家来看 全国实验会议又要开了 上一次开 这次是第二次开 上一次开为什么 为了这个塑化剂 塑化剂也够吓人的吧 但是现在搞了半天 团体诉讼要不到钱 因为法官 因为搞不清楚 这怎么回事 好 现在告诉你 第一次是在2011年 为了塑化剂开 当初的领头羊是谁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 就是正好是孙露锡老师 当时开会 他是大厂公司的顾问 他是食品安全 职业会的召集人 也是前行政院 跨部会议的学界代表 这回11月又要开了 再来开会 同样一批人开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是在反对 因为我们跑新闻都很久了 我们经常说 很多的所谓大型会议 到最后 终归就三个字叫大拜拜 对 大拜拜 然后最后决定的结果 然后图法不足以自行 然后真的有 如果真的有效的话 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与其这样拜 我不想去讨论 他这个会议到底会 什么人来或什么人 会决定什么样的法律 最重要是执行 然后最重要回到 我们邱文达所说的 叫做人心险恶 对 你有多少法 我就有多少漏洞可以钻 刚刚我们谈到 这所谓的免子油 我讲难听一点 我们当初 我记得在这个节目 就已经谈到过了 这个大桶长机 要检验 它是不是甲油 很简单 请他把这个进货资料 拿出来 后来就是四层甲 这个方法 把油都给出来 副卫箱也是这样子 就很简单 这有这么难的 然后我们的 所有的单位 没有横向的联系 就是请问一下 副卫箱跟大桶长机 每年进口几十万吨免子油 你要做什么 尤其是大桶长机 你没有一滴免子油的产品 你进口要干嘛 所以我们现在到说 现在说 现在免子油有没有精炼 我现在有个怀疑 刚刚吴嘉诚教授的说法 我有点认同 他说连没有精炼过 都找不出棉粉来 那请问一下 如果这个没有精炼过的 免子油这么安全 谁要精炼呢 他不要精炼了嘛 就直接 那为什么连美国都要精炼过 才能够当作食用油 为什么台湾 不用精炼的也没有棉粉 请问他有其他的致命物质 在没有精炼的棉子油里面 如果没有 那干嘛精炼啊 所以大家不要精炼嘛 就很简单嘛 不用浪费这个钱 那是怎么回事 那刚刚杨文婉讲说 市面上没有任何 除了美国 因为美国是棉花的大国 所以他有棉子油 棉子多 其他国家 好像没有人在吃棉子油的 这个又健康又好的棉子油 这样没人在吃 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而且我们开了个小洞 让他从天飘迁上市 请问一下比例 我们怎么分啊 我怎么知道你比例多少 到时候你说橄榄油 98%是棉子油 20%橄榄油 你给我说是橄榄油 那时候你不要听 我们这一半一半 我怎么知道是一半一半 我现在都测不出来 它是不是纯橄榄油了 我怎么知道测出来 它是棉子加橄榄 是多少的比例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开一个小洞 很多的激心叵测 或是用心恶毒的这些人士 就会把洞弄得很大 所以这个洞不能开 棉子油这个部分 尤其是我讲南天 我手宁愿洗烂的 全部拿去做肥皂 也不要让这些东西 全部再重新上市 因为这是帮这些黑心厂商 开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后门 而且国租 这些东西如果上市以后 这些厂商最后只是标识不实 能判重罪吗 判不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看到说 我们刚刚随便带一句说 我们政府在帮厂商开后门 在开方便这门 在帮它解套 除了让这么大批的油 回去之后 有出路之外 重点是什么 你的食用油从贴标签都可以上市 你叫接下来法官 法院要怎么判 没问题 政府挂保险 它是可以吃的 只是标识不实而已 标识不实就发发钱就好了 赚了N个亿 罚你几千万 怕什么 追讨所谓不法利得系 很多法学界这两天的专家都说 那个钱最后是拿不到的 大家不要以为 我们的卫福部还很大声 大同长期罚你18.8亿元 付费商罚你4亿多 然后我们政府就进账 2、2、3亿 然后还不给你消费者 你自己去打官司 告诉你这些钱 恐怕政府你也拿不到 不要以为观众朋友 做的老百姓都这么样的笨 我们政府在做什么 大家都看不懂 所以接下来 11月又要开一个全国实案会议 之前为塑化机而开 大同长期有点怕吗 没有啊 付费商有怕吗 也没有啊 我管理使管法 去年底修 修到罚则提高了 罚金提高 我也不怕呀 现在还继续装穷 不来做赔偿 那么所以今年 我们看到11月 马上到了要来开 又是同样那一批人 他们是老面孔 是所谓的大厂的顾问们来帮忙开会 开完会能够做出什么样的 有建设性 而且是破釜成舟彻底来改变的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恐怕我们已经打了100个问号了 我们待会回来